大家好,学测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那除了少部分的满积分、60积分的同学之外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会觉得自己的分数不够高 那但是怎么办呢? 经过了这么多天,心情应该也稍微沉淀下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你要担心的事情就是 我到底要用这个分数来申请看看呢? 还是说,哎,就算了,也没办法,就面对吧 也就只好放弃这一次当做学测没考过 然后专心的拼分科测验 那但是呢,我相信对于少部分的人来讲的话 应该有一些人的话,他的成绩可能是考得比预期中还要好的 因为你自己的实力,你自己大概清楚嘛 考出来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我考得好 或者是说,我过去的程度 或者是程度跟我差不多的同学 大家大概考几分,哎,我大概考了几分 所以如果说你这一次基于很多 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 如果说你真的表现得你觉得比你以往的表现都还要再更好的话 那当然就建议你要试试看 用这个方法来升学 或者是说有些同学的话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会一直说,啊,撑不到七月啊,撑不下去啊 希望想要赶快解脱啊 如果说你有这些考量的话 那你可能当然就努力啊,努力的这个申请 希望用这个方式就能够让你上理想的科系学校 那但是呢,话说回来,如果你决定了要申请,申请其实也不是一条轻松的路,啊,那它会有很多的被选资料,那当然现在的新的制度是你在平常就要上传一些学习历程档案啊,一些其他的资料等等 他就是希望你不要到这个考试前,然后才临时外包给外面的人帮你做得很漂亮,然后你这样就录取了,他们觉得这样不公平,所以才搞了一个更复杂的,就是要你在三年之中陆续的上传 不过呢,除此之外的话,很多还要在额外写一些这个自传啊,小论文啊,读书计划啊,等等的哦 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学特成绩考的比预期还要好,或者是考出自己的实力来,要试试看这个管道来升学的话,其实也不轻松 而且其实很多科系它还是会有它的比试的,那另外的话呢,有些会有口试,会有面试 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科系的话,它可能会考一些操作的部分 例如说,可能会牙医系或许会考一些雕科啊,那当然有一些科系会考一些数科的东西啊 然后生命科学或医学系的话,可能会考化学实验或者是生物科跑台啊 所以其实就算你要准备的话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都还是很辛苦啦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填六个志愿 那很多人的话也都会跟大家说,我们这六个志愿的话呢,大概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谈 也就是说,你可能可以填两个梦幻的,然后呢,两个比较符合自己的程度的 然后呢,两个是保底的,那当然在这一些,不管是梦幻平时跟保底 你当然也要参考自己的兴趣,或者是父母的期望 或者是未来的出入,未来的收入,那这一些可能都要考量进去 那或者,或许是说我单纯的就是兴趣,满腔热血,其实也都很好 那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填这六个志愿之前,你不能莫名其妙的就填了 为什么?因为每个科系都有公布他自己的筛选标准 所以你就要去看,有一些标准如果不符合,你填的等于白填 千万不要这样去填,非常的浪费 那他们都会公布出来,例如说我这一颗,我国文的分数要前标 然后我这个英文的分数均标,你可能就要去看他的要求是什么 那可能他要求顶标,哇我的分数没有到,那就没办法 那你就不要填,因为你一定会被刷掉 那另外的话呢,再参考一下过去,就大概是多少几分的人会被录取 然后当然还要看他的一些筛选倍率等等 所以呢,这一些都看了之后,然后在其中做挑选 那我想,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这样的话 所以我要额外提醒你的是什么 就是除非你绝对要用申请的这管道,用这个途径就要上大学 再不然的话,其实我也会建议大家 就是梦幻的可以很梦幻 当然要符合你能够通过他的筛选标准 梦幻的可以很梦幻相较之下就是保底的不要太保底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我如果都没上很丢脸啊 我就随便报一个这个分数很低的戏啊 或者你自己根本没兴趣的戏啊 因为到时候就是要录取嘛 不然到时候放榜了,别人都一直录取,你都没有录取你觉得很丢脸 所以你就填一个真的是很保底的 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录取了怎么办 如果你真的录取了怎么办 那可能很多人就很洒脱啊,录取录取 录取我就去念就好了嘛 问题是刚刚已经说过 这科系它可能它的出路,它的发展,你对这个科系的兴趣可能没那么强 你只是为了保底,你只是为了面子,你把它填上去 所以建议不要,因为呢大家要知道哦 你现在的分数,你现在的人生阶段当中 你是要升学对不对 可是别忘了,现在这个过程不是只有你要升学而已 大学也要收学生啊,对不对 现在这个过程的话哦,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重点 不是只有你要升学而已,大学也要收学生 收不到学生,它这个科系,这个学校就无以为继 收不到好的学生,这个科系也没有未来的发展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件事情哦 可是就变成是好像学生比较弱势 我要努力的要求巴不得大学科系录取我 可是反过来说的话,公司不是要优秀的人才进来吗 学校难道不要优秀的学生吗 当然要,因为大家在这个时候 就像是在一个黑暗无边的茫茫大海当中浮沉一样 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很紧张,你就很惶恐 这个时候呢有人划一艘破烂船来了 然后他手一伸,你觉得好开心哦 握着他的手就上船了 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得到了解放,未来有了希望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 你只要再努力一下,你只要再奋斗一下 前面的水草更丰美,风景更秀丽 但是你要撑下去 所以其实要告诉大家哦 现在这个阶段的话,用学测的分数来升学 它不只是你上大学的途径而已 它更是大学抢学生的管道 因为他知道你现在内心极度的不安 你很害怕自己没有上大学 所以很多科系他可以借由这个方式 抢到收到他以前收不到的好的学生 反过来说,很多学生只要努力 他是可以考上更好的科系的 可是他就是担心,他就是害怕 他觉得自己撑不到 他觉得自己表现的不够好 所以这边的话就要衡量 因此他就有很大量的是 你要对自己的理解在其中啦 因此呢,我们就提醒大家 自己的潜力自己最清楚 就是你自己可以努力发挥到什么程度 或者你稍微思考一下 在这两三年的高中课程当中 你真的有很努力的在念书吗 如果说没有 你摆脱不了手机、游戏、影片 这些东西的吸引 或者是说你努力在玩社团的话 那你就要知道 我值得一个更好的科系 我值得一个更好的科系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要想一想 嗯,我是不是就往前冲吧 对不对 那么没关系 我就努力冲 我了解我自己的潜力 我知道我过去 就是时间浪费掉了 我现在把他努力回来 一切都还来得及 他不是一世定终生 他还是有可能在努力的 就算你的国文英文考报了 有一些科系的话 还是可以让你在努力 还是大有可为的 因此勇敢又令人钦佩的分科战士 如果你已经决定的话 就往前冲 因为有时候呢 就是这样子 左右为难 暧昧不明 反而是最麻烦的 我就一旦我就定下心来了 六科我就把它填就送出去了 但是我在心里告诉我自己 我就是要考分科测验 我值得念一个更好的科系 我值得念一个更好的科系 千万要记得 所以呢 其实呢 最后就是希望能够 大家都能够 不管是什么方式 重点是在于 录取一个 能够配得上你 像你一样优秀的科系跟学校 以后都有好的未来跟发展